奶奶在等待 孙子为何一去不归 围墙在倾斜 小伙突遭重压 危在旦夕 脖子压断 终身瘫痪 是否已成定局 骨瘦如柴 一张手机照片 是演戏还是奇迹 敬请关注走进科学 断井之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05年 昆明的一个施工现场 大型挖掘机的呼名中 工地旁边的一堵墙 正在慢慢地倾斜 可是 没有人注意到 白族小伙子董川 是隔壁一家医院的救护车司机 这一天 他说好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 但为了救一个危重病人 他临时又多出了一趟车 终于忙完手里的工作 兴冲冲的董川脚步飞快 就在他走过那堵墙时 危险发生了 大家可以想 这么一堵墙倒了之后砸下去 他最轻的话 那也得是骨折肉开呀 那么对于董川而言 他受的是什么伤呢 拿当时看到他的人形容 一片血肉模糊 整个这个人的脖子几乎看不到了 因为有一大块砖呢 整砸砸在脑袋上 于是呢 就把这个头啊 给砸进去了 砸到枪子里去了 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那就是说我们本身这个颈椎 脖子里面的这根骨头 它肯定是出现问题了 不是碎了 就是已经折断了 但是颈椎 如果说但是像我们腿骨一样的话 那个一时半会儿 还不会要他的性命 可谁都知道 颈椎里面啊 它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 这个脊髓就在里面 上面连接着大脑 再往下走呢 连接着我们的马尾神经丛 我们人体很多重要的神经 都穿在了这根脊椎里头 这个时候如果说外部包裹 他的这个骨骼碎了 或者折了的话 有可能就会造成里面 整个神经受损 轻的话 这个人瘫痪 重的话 小伙子命可就保不住了 小董最熟悉的救护车身 又响起 但这次他不是坐在驾驶室 而是躺在的车里 不久他又被送到 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在第一时间里 医生就需要判断出 董川受伤的情况 查清楚生命 是不是受到严重威胁 它是第六个警局 警六 警六的这个暴力骨折 到这个椎体来 在压缩的过程当中 又像周边粉血开来 以后 如果有血骨快下 后方挤压 那后方就是挤水 人体颈部共有七节颈椎 椎骨里边就是性命有关的挤水 X网检查显示 董川脖子的第六节椎骨 被挤碎了 第六节椎骨 在脖子比较靠下的部位 医生说那里相对安全 但因为碎裂过程中 粉碎的椎骨曾四处撞击 靠近大脑的那部分积碎 会不会受到伤害呢 进行的核实共诊检查以后 我们发现 在颈六这个血平 积血损伤比较严重以外 在积血的向上和向下 还有明显的积血的肿战 出血的影响 我们看到的这个病人 原来是从颈二到胸一 这个范围的颈积血 都有损伤的改变 第六节颈椎的爆裂 挫伤了从第二节 到第七节椎骨里面的 整个脊髓 这个结果非常严重 因为在受伤脊髓的上端 紧贴着的就是脑干和眼髓 那里是控制人体呼吸心跳 等等最基本功能的 神经中枢 脊髓受伤的位置 与生命的危险息息相关 位置越靠上 死亡的威胁就越大 一般第四节颈椎就是进去 而董川伤到了第二节 几乎难逃一死 如果损伤是在颈四 具体积善的这个平面损伤 那他的死亡率就会更高 甚至百分之七十 甚至到百分之百都可能的 现在死只是第一个威胁 另一个威胁是 这样严重的脊髓损伤 会影响脖子以下 整个身体的神经控制 即便抢救成功 他也注定高位解答 年轻的董川 面临着如此巨大的生死考验 可他的家人此时却一点消息也不知道 这是远在三百公里之外的 一个白族村庄 董川的爷爷奶奶这一天 一直盯着自己家的大门 他们正盼着孙子董川推门进来 不是我们要吃饭之后 也想着他 因为是从小 就是断了以后 就我把你吃了嘛 从小他们做活课 小人就是丢给我们家了 我们学业头他也学 他说师母也和我们学 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 董川很懂事 让爷爷奶奶非常疼爱 董川长大后 在外打工的爸爸开导他去当兵 后来又在省城昆明 帮他找到了一份工作 孤独的爷爷奶奶 虽然舍不得孙子 但是能从这个小山村里 走出去发展 是孩子最有出息的未来 同情大理的老人 当着董川的面 从来只说鼓励的话 希望大家外边多想想 多解释一下 他把他车子开回来 能安乐高学路吗 他们说 爷爷做的就是不用骂屁 开救护车 在爷爷奶奶看来 是个危险的行业 董川去上班 爷爷奶奶总是替孙子捏把汗 终于在几天前 奶奶实在忍不住了 对孙子的想念 就打电话让董川 抽时间回家来看看 打电话我们说是 董川你好好地听话 和他指你们你回来 我们也想你 你也想我 那一天 电话里听到了奶奶的想念 董川立刻答应回去看望老人 老家的爷爷奶奶像要过节一样高兴 可是说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四五个小时 老人左等右等一直不见孙子回来 爷爷奶奶等待着的孙子董川 此刻正在生死线上挣扎 脖子受伤使他的身体器官断离了大脑指挥 陷入一片混乱 呼吸不能自主 体温失控高烧 心跳微弱 尿崩脱水 死亡已经随时靠在身边 医院只好通知了远在缅甸打工的 董川父母 接到电话 父母以最快速度赶往昆明 但却没敢告诉老家的爷爷奶奶 因为从电话通知的口气里 父母已经猜出 儿子这次恐怕很难挺过去了 那这个事情 假如说这样通知我的话 肯定并且严重 他就说是下单严重 但是不要着急 我说好 这样以后呢 他妈就一直呢就开始就哭了 我都一路都哭出去了 在场里面 经过两天昼夜兼程 父母终于来到董川床边 可眼前的董川 已经让他们认不出来了 那个头就是种了像冬瓜一样 全部脸部这些 全部是针线 因为那些血又没有死干净 因为叫他 他只是儿子这样 因为常年在外打工 父母很少陪伴自己的孩子 曾经充满活力的董川 此时含含糊糊地答应 让父母痛不欲生 而眼前的一张张并未通知 预示着自己能和孩子团聚的时间 可能已经不多了 对于董川而言呢 现在最危险的 就是他那个已经碎了的锥骨 我们想要把他的脖子复位 那么必须动手术 把那些破碎的骨头 全都给他拿出来 然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可这个时候 董川做不了手术 为什么呢 长时间地处在一种 大脑失去控制的状态之下 这是什么意思呢 您比如说我们平时的呼吸 心跳 包括你出汗 都是由大脑来控制的 您比如说吧 我们正常体温都是 36度5到37左右 如果太热了 那么大脑就告诉你的身体 这个时候很危险了 咱们得赶快散散热 您呢 出出汗 降降温 但此时呢 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的大脑根本就发不出 正确的指令 或者说大脑其实已经发出 正确的指令了 但实际上这个神经 没有办法很好的 把它传达下去 所以呢 他本身处在一种高热的状态 几天就发烧 几天就发烧 天天发烧 他们说是要绝毙他的后事 好啊 好啊 准备后事的同时 医生护士仍然没有放弃 降低体温 控制脱水等等努力 突然一开始 肿砖的身体出现了转机 医生抓住体温回降的机会 给他做了一次成功的 颈部修复手术 将他这个压迫脊水的这些 血骨块 给他通过手术 给他摘除掉 然后取自体的卡骨 肢骨 肛板 落钉 用肛板和自身骨头 医生给董川 重新制作了一个脊髓的骨腔 给受伤的脊髓 创造了一个恢复的条件 董川挺过了最危险的阶段 不过新的脊髓腔虽然有了 可里面的脊髓将会怎样呢 中枢神经损伤以后 到后期损伤的这些局部 可能会细胞会出现坏死 液化 最后形成空洞 那他所具备的那些功能 就可能就永远都散失 大脑所有的命令 都要通过脊髓传达到肢体 脊髓细胞坏似 液化形成空洞后 大脑和身体的联系就断了 当董川苏醒过来 发现自己的身体 变成了一堆似乎与自己无关的骨肉 有知觉的地方 仅仅剩下脑袋和脖子 这让一个刚刚21岁的小伙子 怎么接受呢 就拿毛巨就捂在脸上 一晚上到天亮 他没有睡着 那晚上 苦闷的董川不肯跟父母说话 父母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只能用自己的手摆弄着孩子的四肢 仿佛他们还能听使唤 受伤已经两个月了 董川的父母迟迟不敢把消息 告诉爷爷奶奶 他们希望高位结瘫只是暂时的 希望还有转机 高位结瘫 这个词的含义是非常可怕的 就是说这个人可能脖子以上的部分 还能动一动 能够说有正常的思维 能够看东西 能够说话 但是下半身怎么样 他根本不知道 我们记得以前看完电影里面 有一些像这种瘫痪的病人 痛恨自己的腿 为什么没有力量的时候 没有感觉的时候 拿刀去扎自己的腿 眼看着鲜血哗哗的流 但是他自己一点痛感都没有 就是因为我们说 中间的神经传导的这个通路 它被生生的截断了 你看着是一个健全人 但实际上 除了你的大脑思维你能控制 别的你一概已经是控制不了了 这么一个状态 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 谁忍心呢 但是说实话 伴随着咱们现在的工商 交通事故等等 您到各大康复院去看看吧 类似的情景有很多 有的时候 你自己看到之后 心里也会特别的难过 这还是咱们外人的感觉 更不要说人家董川的父母了 本身董川的爷爷奶奶 就特别疼爱这个孙子 现在好好的一个孩子 到外面去了 怎么就要回来的时候 人就动不了了呢 这个消息根本就不敢告诉老两口 到那时候 爷爷奶奶一听再倒下了 这责任谁负 所以说董川的父母 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爷爷奶奶 另一方面 任何人 我们说都会有希望 都会心里 遇见什么事之后 总想着这个事情 没准能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一些 也盼着有没有什么奇迹 能在董川的身上发生 盼着自己的儿子睡一觉 第二天早晨醒来之后 胳膊又能动了 腿又能动了 还能站起来了 但谁都知道 这个奇迹是不可能发生的 中枢神经的损伤 通过试验和临床的观察 都是不可理的 人的很多组织 都是可以再生长的 比如头发和指甲剪了 还会再长 皮肤破了 也能够愈合 但是医生告诉我们 从目前动物实验 和对患者情况的 长期观察看 中枢神经损伤 都是不可逆转的 就好像人的肢体 肢体断了 没有人能再生 但是手术后过了一段时间 妈妈发现 动传胎传的手 好像开始钻紧 这会不会是 恢复用力的象征呢 父母暗暗希望着 他们的儿子 曾经非常健康 奇迹会不会在 儿子身上出现呢 可渐渐的 每天盯着儿子看的父母 不得不相信了医生的话 原来那是神经坏死后 肌肉出现的高强肌张力 又过了一些日子 董川的手依然不会动 而肌张力 使他的手脚 都蜷缩到了一起 结果露完露去以后 脚也弓了 手也全部弓了 到处就是腰也变形了 到最后发现了 就是没有办法露 已经守候董川半年的父母 一直没能盼来奇迹 而医生的检查 更让他们知道 没有希望了 他记得他主任奖来能够解决 他弄完了去以后 那一段时间 他这个解决已经尬了 医生的话 最终打消了董川父母 对奇迹的幻想 可他们怎么面对 爷爷奶奶呢 最后他说不行了 看着这个必须要通知 那不能跟他妈去跟他们讲 只能我跟他们讲 董川的爸爸是董家的上门女婿 董川称作爷爷奶奶的老人 其实是董川妈妈的父母 因为董川当年离开家 是得到了父亲的支持 所以一贯把女婿 当儿子对待的老人 听说宝贝孙子一辈子毁了 第一次对女婿发火了 只要他来来 就在电话里面说 这么好多的一个人 扯扯这个儿子 我不扰民 不好一过来 做也不退 手也不退 业也不退 我们把它留着好好的一过来 对爷爷奶奶来说 这样的消息就好像是晴天霹雳 他们怎么也不能相信 孙子就这样一辈子瘫痪了 哭了啥 天啥也了 把手也苦 把枕头也苦死了 你说 人家杀好大石头像下来的 脚炸断掉啊 或者头大炮掉啊 手断掉啊 这些一样的 老人的怪罪 让董川父母既委屈又内疚 他们之后就尽量隐瞒着董川的情况 只盼着儿子那一天能奇迹一样好起来 父母焦急地盼望着 董川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 你过来好像是像乌龟一样的说了 我说了 全部都拉都拉不平 你走了也好 还有一个皮皮 皮皮整整的这样躺下嘛 怎么会构成这样 这些都我们都想过了 瘫痪的董川最后连平躺着都坐不到了 他就这样蜷缩着 又拖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原本1.75米身高的小伙子 体重足有70千克 可这时候他只剩下了40千克 已经瘦得皮包骨头 他爸不用抱 一只手都可以折得起来 那个手拿起来 那个手机啊 可以说是 已经差不多透明了 可以说说拿起来 就说丢个狗 说这狗都太严重了 一点肉都没有可以说是 因为我就看着这样 以后我就虚疼了不得了 这所有的症状 都一步步印证着医生的判断 中枢神经的损伤无法修复 董川的神经在一天天坏死 生命将一天天耗尽 就在这时 董川爸爸偶然听到了一个消息 说北京武警总医院能给人移植神经干细胞 于是他不顾一切带着儿子就往北京赶 此时的董川已经奄奄一息 人们都劝阻董川爸爸不要长途奔波 去寻找了鸟房的机会 爷爷奶奶更是害怕 这一去就见不到董川最后一面了 可董川 还是被爸爸带走了 一年多没有消息 快过年的时候 在外打工的亲人都回到了老家 而爷爷奶奶不知道 远方的董川 是不是还能熬过这个年关 过年的前一天 奶奶突然接到 女婿打来的一个电话 孙子董川在电话里说 自己碰到的专家 身体已经开始恢复了 女婿 奶奶 我回 我再来 一年你也没回 我要我媳妇 她说的那天 我说好好好 三高专家把你离开 她们一会儿 她那把执行为一碗碗了 我国都一碗碗了 老太太的伤心 我们谁都能够理解 但是看到这种场面 又能说什么呢 顶多说一句 老太太别伤心了 好歹人还在 可是老太太还盼望着抱孙子 盼望着能够见到 未来的孙媳妇 这个事情看来 是没有多大的希望了 不过咱们说实话 柳暗花明 不久之后 老太太从亲人那里 得到了一张手机上拍的照片 这个照片拍的是什么内容呢 看起来 董川好像真的站起来了 虽然身体相比以前还是很瘦弱 但明显的 她不是躺在床上了 而且比刚开始病重的时候 看起来要壮了很多 老奶奶根本都不敢相信 这个事情是真的发生了 这个照片 是家里人为了安慰老太太 特意PS出来的 还是说 在董川身上 人们期盼的那个奇迹 发生了呢 欢迎大家明天 接着收看我们的节目 ステ had complete 优优 祀孙 奶奶无法相信照片 这是演戏还是奇迹 敬请关注《走进科学》 断井再生